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族正信 由于现在美国通胀高达9.1% 同比上涨 那么导致了美股的下跌 拜登支持率再次跌 现在已经跌到了快三成不足了 现在31点几 三成快不足了 那么也就是说拜登现在急病乱投医 急病乱投医什么招数都要用 现在又跑到了以色列去恐吓伊朗 说伊朗胆敢拥有核武器 我一定美国一定对伊朗发动军事进攻 他开始这个牛浑身是本事 牛得很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 在这个日本访问期间说 中国胆敢无从台湾 我一定军事介入无从台湾 跑到这里来说 我一定军事进攻伊朗 都是说干话说能话的好手 但是伊朗也就说了 就说我不怕你 你不能用胁迫性的语言跟伊朗来说话 这就是现在的现状 那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通胀这么高 想尽一切办法 一切浑身解数 都要让这个通胀搞下去 因为通胀高 拜登就不行 撑不住 那么现在呢 就是等于说美联储就是使劲地加息 使劲地加息 接下来可能还要再加四个 这个加四个点 非常恐怖 那么大家都知道 美元一加息 人家说斯里兰卡怎么破产呢 网上那些傻逼 或者说一些 这个反共的 反华的节目 他会告诉你说 是斯里兰卡泄露了跟中国的债务 放屁 泄露跟中国的债务 那中国也是受害者 就等于说 你现在放贷放出去了 你收不回来 那不是死账吗 对吧 你把这个斯里兰卡往死里搞 那不可能吧 那他为什么破产 我最近已经讲过 那是因为这个美元加息导致的 好 美元加息导致 现在才出现一个情况 很恐怖 大家要知道 08年 美国次贷危机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是08年 我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呢 美国找到了中国 中国是帮他这个背债了 中国帮美国背债 中国帮美国背债的 直接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这个房产价格非常高 让很多人他妈的难以企及 或者说 等于说是 我们搞那个宏观调控吗 不就是帮美国背债吗 然后再加上这个 国家的这个房地产使劲搞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基建 高速公路 高铁 这个发电厂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子 这么多的这个大型项目 都搞起来了 那么等于说 帮美国稳住了 美国稳了 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等于说美国老百姓 也有这个消费能力了嘛 对不对 中国对美国出口 那么等于说是 也是相辅相成 所以那个时候 有必要去帮他背债 或者说也是不得已 而不得已帮他去背债 但是呢 我们也付出了代价 当然了 我们也得到了好处 得到了国家的发展 都里更有钱 但是房价也很高 导致现在呢 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它是个把双铃剑 那么现在美国再次 由于这种野蛮的这种操作 空心化 等等等等 就是贪婪的这种炒作 这种金融上的这种运作方式 再加上这个疯狂的印钞票 他再次的这个通胀 就是猛了嘛 再加上新冠 俄乌战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他早就已经通胀很高了 那么他也一直也在加上中美贸易战 那么他一直都要让中国帮他背债 中国现在不可能帮他背债 那么中国现在不可能帮他背债的话 那么他大家也都知道 一会儿什么南海了 东海了 台海了 他都要搞了 对不对 什么奥库斯了 怎么样了 四国论坛了 怎么样了 都要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没有办法吸中国 那怎么办呢 就吸自己的伙伴 所以说 现在就曾经就邓小平提出的 第一第二第三世界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那么第二世界等于说是 美国极其走卒是第二世界 对吧 美国是第一 苏联是第二 也是第一世界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 古老的正式词汇 我来方便大家来理解 那么现在第二世界 开始积极反平了 大家都知道 欧元跟美元一比一 再加上日币 今天的这个日币 现在的100日币 不如1000韩元值钱 你想想看什么概念 现在的日币 今天是 这个 100块钱日币 等于4块8毛人民币 原来一直维持在6块钱人民币 现在4块8毛钱人民币 如果再这样跌下去的话 我跟各位讲 那日本 它肯定是要修宪的 修宪那又怎么样呢 你修宪 日本就是进入了一个怪圈 就是你越修宪 你越他妈要扩军 你拿什么扩军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今天掌握这个 重点的这个主题 等我们后面一起讲到 那么是什么意思 因为欧元区跟日本 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的这个 都有结构性的经济问题 他们结构性的经济问题 说白了 就是资源匮乏型国家 但是有技术 对吧 日本是资源匮乏型国家 欧洲也是资源匮乏型的国家 来组建的 而且他们长期 采取一个负利率的一个政策 负利率的政策是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在日本 大家存款是很痛苦的 其实在欧洲也一样 存款也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 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 我全存的银行里是有利息的 再低 你大概一点几个百分点 二点几个百分点 再低都有 一点 二啊 一点三啊 一点五六啊 一点七八啊 这样对吧 也就是说 你一万块钱存 有个他妈一万零 一百七十八块钱 对不对 我们这样来算 那你知道什么叫负利率 负利率就是说 我钱存银行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以前问日本朋友 我说你这钱存银行 每个年利息多少 他说还利息 银行收的是贷管费 你钱存银行 没有利息的 那么怎么叫做负利率呢 你得付个手续费 有这个可高可低 你付这个手续费了 你不就是 等于说变成负利率了吗 而且你每年存在这里 就是说原来是 我们中国是习惯性 对吧 我钱存了 我给你一年一节 或者说 我一天就给你节 就日节的 对吧 这个利率 按照这个利率来算 但是他那边就是 到了年 我要 你这个钱不取出来 我还要收你手续费的 就是说 钱是越存越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很简单的嘛 你政府没他妈投资的地方 等于说你这些央行 或者说你这些 日本的这些银行 或你没有 你支付不起息 懂吧 比如说我存三十年 我在中国 比如说举个例子 老编给各位讲了 我在中国人民银行 在中国银行 存个三十万的 他给我百分之三的利息 对吧 他说要存三年 我不就是等于说 拿个九万块钱 不 拿个大概九千块钱利息 对吧 那你这个银行 他为什么能给这些我利息 因为你这笔钱曾进去 他也是在活用的 等于说 他也在往外面放贷 你比如说有些企业 我缺钱 我用银行借款 我比如说 我买房子 问银行借款 对不对 他如果说 放给我的贷 是这个三块五 给你的这个存款是三 对不对 那他挣这个0.2的 挣这个0.5 这就是银行的收入 大家明白吧 这样一项目底下 这不是银行的收入 收入了吗 银行 银行他不就在挣钱吗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 有很多行业 都需要钱 办企业的 国企 民营企业 还有很多这个基建 还有些地方项目 政府项目 都需要钱 所以说呢 他是什么 他是可以 给得起息的 但是日本跟欧洲 都没有 你说他搞基建 他搞啥基建 他不搞 你说他搞这个 在这个国防军事科技发展 在那里面搞吗 他也不搞 他没有这个 没有 他给不起息的 那你说他就不会去加息 那美元凤凰加息 你这边你又不加息 你又加不起息 给不了息 那你这个钱 不就是使命的贬值吗 你不是使命贬值 使命贬值了 你这钱不就变成 叉子一样了吗 然后你的这个外货储备 突然之间 你这个外货储备 就蒸发掉了 就这么夸张 所以说 而且你这两个 他们的背后 又是经济结构型的问题 你比如说 现在你德国靠汽车出口 来赚取这个外汇 对吧 现在汽车出口也不行了 现在电动车都天下了 电动车市场 被中美给这个 被中美给这个垄断 给统一了 没有你什么事 所以说 他的这个政府的收入急剧下降 债务比例又往上增加 所以说 他的一个国家 现在 第二世界的国家 正在反平 各位网友 在反平 我曾经就说过 不是说你是发达国家 老B说 你发达国家 是可以变成发展中国家的 从发展中国家 可以变成贫困国家 那现在整个欧洲 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从发达国家 变成发展中国家 甚至直接就从发达国家 变成贫穷国家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们现在 苦不堪言 等于说 被美国吸干 被俄罗斯打残掉 粮食 而且他们又是资源 汇滑性国家 粮食跟宣传所需的能源 都要 化石能源 都是需要从外部过来的 矿产各方面 都是需要从外部过来的 对吧 所以说他现在 他的这个 整个他们的压力 是非常巨大的 就这么变穷的 所以说老B说了 你说他 能搞出什么花样来 能玩出什么花火 反平了 很夸张的 所以说 那反平了 人家说那反平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打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也是这个严重的贸易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 经济陷入滞胀问题 然后突然之间 导火索就来了 斐尼南攻击被刺杀了 哇擦 大家就 回来从接下来就开始打了 现在也是这么一个局面 那人说 那日本要修宪 我早就跟各位讲 你有的人 怎么这么怕日本修宪呢 日本他 他修不修宪 你只要要扩军备战 请问密西地在哪里 现在大家都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 因为一个中尉 多吃了一份早饭而被处罚 那有的人说 这是他搞出来障眼法 他骗你的 我觉得他有这样必要搞吗 日本的情况 真的就是那么糟糕啊 所以说 我们知道 我们拿德国来举例子 德国不是因为俄乌冲突说 德国也要去搞一千亿欧元 搞军队 对吧 他现在这笔钱上哪找 我一直都说 这笔钱上哪找去 没地方找这笔钱 对不对 你现在德国一直以来都不借债 但是你现在复债状态 三十千亿欧元的负债 开玩笑呢 一千亿 上哪找去 银行里面硬啊 硬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日本呢 我算他日本日元跌破4% 跌破 不是百分之 就是跌破4 现在4.8 你跌破4 老兵想说一句话 你说我要通过战争 你日本扩军 你日本现在粮食缺不缺 你日本缺粮食的 对吧 扩军备战 要这些铁矿石吧 要这个炼 你铁矿石你怎么炼 你需要这个石油天然气来炼的 你还需要这个能源来炼的 你能源上哪去找去 毛子不给你 中国你跟中国交恶 对吧 你要打中国 对吧 我南海给你一封锁 你船还往这边过 你拿什么去扩军备战 你怎么打 而且你越扩军备战 你越穷 你越在这个地方搞 所谓经国主义 你越穷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抢不动 你之前你是由于匮乏 是你对外发生战争 你能抢得动 像英国日布洛帝国 对吧 全球到处搞殖民地 你日本 清华 包括这个清日东南亚 你就靠掠夺 直接就是靠野蛮的方式来抢 你现在你上哪去抢去 你抢中国 中国抢你吧 对吧 所以大家要明白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欧洲也是 欧洲美国保护不了 那被俄国全给推平了 所以毛泽会说 普京会说 真正的好戏还没上演呢 现在只是开胃小菜 那中国在这也一样 对吧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 美国在给他们壮胆 什么韩国呢 F35A 联合 对吧 巡航 对日本也是 搞了59 有架战机 什么巡航 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第二世界 美国小弟们要反平了 很夸张的 我说了 不是美国小弟 就是说制裁这个俄罗斯的48个国家跟地区 那还有70个国家 是由于你美元这种野蛮的这种操作方法 他们要破产 他们是破产 完蛋 那你还有这四十几个美国小弟国家 全部都反平 全部都反平 对啊 就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说你看 你美国他的通胀这么高 他怎么搞下去 往哪去搞 他通胀越高越加息 这些国家就加速完蛋 对吧 想发动战争 没能源 没资源 啥也没有 上哪发动战争去啊 你打上你不得油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现在 整个日本的老百姓 跟欧洲老百姓 日子过得很差劲 已经不是你曾经想象当中那样的 很高端的了 弄个牛排吃 弄个什么82年的 那费喝一下 没那个时候了 现在他妈的能洗个澡就不错了 那都属于有钱人了 没钱人一个礼拜洗一次 还是到河边去洗的 是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现在是不是百年为有时大变局 整个欧洲 整个西方吃世界红利 吃到过去的老本 吃干妈进了 英国都这个样子 全球陷入到激烈的震荡当中 所以拜登到时候就是讲 这里你要武统 我要出兵 那边你要伊朗搞核武器 我打你 这边你俄罗斯该死 我使劲我要制裁你 弄死你 把你开除出地球球机 对吧 所以说你看 现在你看他们能派出什么浪化来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贝拉 小脸的电视频 谢谢 谢谢